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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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好 还有我们的十位投资人 你们辛苦了 我是创业者 我的身份是演员 歌手 励志演讲人 我的名字叫做于震环 你们看到我的外表会感觉吃惊 确实 我在三十八年前 我一出生的时候 我父母都为之震惊 吃惊 怎么剩下这么一个怪物呢 浑身找满了毛 没有办法去想象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轰动了中国甚至海外 很多媒体竞相报道 我的人生命运也展开了一个奇特的开始 小的时候 我可以不夸张地说 我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 帮助 给我们家送房子 给我每个月都生活补贴 国家给我研究 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我这种现象属于反主现象 那我就是祖先穿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人了 七岁的时候呢 我拍了一部电影 叫《小毛孩夺宝奇缘》 通过这个电影呢 我进入了演艺圈 至今 我从事演艺这条道路 三十一年 今年我三十八岁 今天我来到了长龙卧虎这个节目组 我也依然要是告诉大家 我的梦想就是要在我们的现场筹措三十万 然后呢 去启动我的一个大制作的 耗资三千万的 励志的 时尚的 音乐的 爱情的大片 《美女与野兽》 谢谢大家 你好 启正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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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见你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变 我变你也还会认出来我 那倒是 所以我现在不应该 大家不应该称你为毛孩了 应该叫毛叔了 对 这么多年 三十八岁了 三十八了 然后胡子都有点白了 你始终是全世界最独特的那一个 我现在还是全世界人类当中毛发最多的这个记录的保持者 有这个记录啊 有 世界吉尼斯之最嘛 吉尼斯记录的毛发最多的人类 对 全人类毛发最多的人就是我 谁说老爱的毛多 毛最多的人站在这里 看过他的报道吗 他的电影 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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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老师也看过 毛孩吧 对吧 对啊 毛孩 我终于看到真人了 对对对 对 就是毛孩 我们一直特别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你毛比我多呢 这个问题被问了三十八年了 我刚才简单地说了 是一种反主现象 就是他是说人类 最早的人类呢 就是浑身长版了毛 没有衣服穿 毛发就起着保护皮肤的作用 但是人类的不断地进化 穿衣服了 然后也不怎么劳作了 就毛发这种基因 慢慢地都退化掉 退化掉 但是这种基因 是始终存在我们人类的 每一个人的身体里的 不是 那你这个基因 是你父母也是这样吗 还是父母吗 没有 我记得 我的父母 我的姐姐 都跟你们一样 就是毛长得特别少 他好像对 他很可惜 很买气这一点 个人就到反主现象了呢 这个也没办法 没啥特别含量好像 对啊 毛兄啊 就是我们的理解不了 对不对 杜克老师 我小时候看你的心 这个我给你解释两句吧 看你们气嘴巴车 叽叽巴巴的 人家毛树的旁边说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说 一看他们就对我很好奇 你知道吗 那看你们这些 余云众生 普罗大众们 这些好奇八卦的人们 看了38年了 你们还这样 也没什么长进 这样好 就对我有帮助 他们都对我没有好奇心的 我这个市场价值就减弱了 这点你想得很清楚 那边还有个律师 著名律师还拍照拿手机 你这专业点行不行 我是因为在电视上看过他 而且在这个 当时纪录片里也有你 当时就叫毛孩 所以我很熟悉 毛叔 你说了很多 你包括你生命的这个起伏 你能跟我们讲讲 你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吗 好问题 我的最高点 就是我站在了 美国好莱坞 ABC电视台的 节目现场 跟美国知名的 托口秀主持人 杰米·卡姆 一起做节目 还有好莱坞的明星 也站在我的边上 他的托口秀 当时你多大 你什么感觉 2004年 然后这个 这个节目 现在的视频 网上都能够收看得到 搜索我的名字就OK 我最低的就是 在我17岁 那个左右的时间里 那个是我极度的自卑 我自卑到 我怕见任何人 想过轻生 我也曾经想过 改变自己的模样 和你们一样 白白净净的 这样我就自在了 出去没人议论我 没人骂我 你是猴子 你是星星 甚至你在夜长演出当中 别人去拔你 哎 你猫还是猫 假的 没有这些东西 夜长演出 于小毛同学 你七岁 其实就是这种长毛 已经就变成明星样的人物 为什么到了17岁 突然到了谷底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呢 是大非大 是成熟 还没有成熟 但是已经懂事了 小的时候 十岁以前 我是小孩 天真无邪 这个毛啊 没有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小的时候 你们要看过 我小的时候照片 我是一个很毛茸茸 很可爱的 没有攻击性 那么如果长大以后 毛越来越厚 越来越密 你的身高越来越高 一个不知道你的人 一个女孩子 看到你会吓一跳 会对他 他会感觉 你对我有攻击性的 对我的生命有威胁 那这话 你们我告诉你 为什么 17岁是谈恋爱的 开始喜欢女生了 对 在女孩那就受到伤害了 17岁早恋失败了 17岁 17岁吗 对 17岁有单车吗 17岁初恋 那个时候我还是 我觉得我现在还挺配合自己的 就是要钱没钱 要帽没帽 要房没房 要车没车 我今天敢去追女孩子 而且还追到手了 追到手 对对对对 那你还低估 那个其实是很软战的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对 就冲冲而过 因为青少年是不懂爱的 17岁我哪懂得爱 就是觉得女孩长得挺漂亮 美 然后她是我的伴舞 对 她是我演出的伴舞 我在百度上百度了一下 你的第一次是被一个奥迪给 不是 那个是知音集团 为了渲染这个效果 他们自己编的 就是你的第一次 还有好几个版本 网络上现在还有说 我老婆我有孩子 单身一个人没有孩子 我就一直没有结过婚 我也没有孩子 我在前天我去杭州 去见一个小毛孩 我去了 这也是毛孩 然后我就发了个小视频 到我的朋友圈 结果 最大的好奇心就是 哎呀 长得那么像你 你的孩子 这个你的孩子 你的儿子 你的孩子 全是这个评论 有一个女孩 更奇怪 我都跟她说了 我说我没结过婚 哪来的孩子 她说没有结过婚 也可以有孩子 这说的也是实话 确实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对于毛孩的印象 止步于她小时候 以及那个电影 后来中间中断了20年 但这20年 特别是近10年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在干什么 我是歌手演员 我唱了31年 我唱了多少 我从10岁开始唱歌 唱到现在 现在还在唱 当然还在唱 唱一首吧 来 来 来上去 我不能 来上去 唱一个 唱一个 我今天我不唱 别人写的 自己写的 我清唱一段 我自己写的 好 好不好 好 远古的花生 披着祖先的许可 考验着人心的善恶 时空的穿越 来到这世界 看看人们是怎么对待我 我体会这苦痛和折磨 这一切都是谁的因果 世界云头问我 让我保持一个 卡西摩托 卡西摩托 就是我 这是我自己的创作的 我相信这个 因为写的就是你自己的词儿 那是巴黎圣母院里面那个敲钟人 你觉得你就是现实版的卡西摩托 也不是我不像他那么懦弱 我很顽强 好吧 毛叔 怎么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刚才听你的歌 然后刚才一直在观察你 我觉得你特别知道 怎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商品 不好意思 我可能说的不太好听 我认为所有的演艺人员 所有的艺人就是商品 可以这么说的 很残酷 但是很现实 因为这个是商品社会 我们先做这个节目 也要收视率 也要收视 我们歌手也要 让市场更加的需要我 能不能让自己更有价值 其实我就想 如果被这个耗尊心 把当成一种商业卖点 我们去拍一部 美女与野兽的大制作电影 美女与野兽的音乐组合 我跟一个漂亮的妙龄少女 像刘亦菲那样的 我们俩在歌在舞 皮肤雪白 我的毛衣衬托 那个视觉轰炸力会有多么强 美国还拍过一个金刚 但我告诉他们 你们都是假的 你们是虚拟出来的人物 我们跟你叫板子是什么 中国就有一个真实的金刚 中国就有一个真实的野兽 它是一个奇迹 不仅成就了自我 还去影响了很多的 自卑的弱势群体 给他们带来正能量 这个多好啊 这些都是价值啊 我认识到了 毛孩 全世界就是一个 他站在我们面前 他就是个商品 他也想把自己做成商品 甚至做得更大 大家来替这个商品诊断一下 他的发展方向究竟在何处 对 我就想跟你这个事情 我想谈一下 因为我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非常想从你的歌声中找到 我还言用这个词 商品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本来天赋上 你的基因容 你的声线是特别的 但是你的歌声太多的修饰 我不知道你这种追求 当年你的成功 是因为你毛孩 那个东西是 除了毛之外 你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孩子 所以他家他喜欢你 但现在加入这么多刻意的东西 加入这么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都觉得你的音色很特别 有点黑人的感觉 而且觉得你音乐其实不错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更多的会消费你的毛孩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的与众不同 当然大家这个没办法 大家都关心这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IP的话 就这个概念已经被消费过度了 你今天拿来说我谈一个项目是美女野兽 就我听了还是在消费你的野兽 今天你觉得他十多年进步和变化不大 对 就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消费过了 其实我来分析一下 我来分析一下这社会心理 在你真的是个毛孩的时候 小孩会喜欢 好奇对吧 大人们也会喜欢 因为可爱 但是当你成为毛叔的时候 小孩有一点好奇 但对市场没什么影响 而对大人来说就已经没兴趣了 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特别的人 有着特殊的生理标志的人而已 所以像他们说的 如果你是一个艺人 是一个还优秀的艺人 加上毛 可能你那是个加分的 但如果你的把重点放在了毛上 毛加上艺人 这就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这是我认为 如果你还是这个市场定位 这个价值定位的话 你没有未来 其实他不是唯一的毛孩 因为你自己前几天才去看了一个新生的毛孩 对啊 有小毛孩了 所以其实 而且本身也有其他的毛孩 只不过大家可能没有这种 没有人发现他们 或者没有人去包装他们 所以其实在大家印象里 留下的毛孩跟艺人之间 大家只记住毛孩 没有记住艺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里头 我刚才看了你的微博 你说感谢父母赐给你的这些 我觉得那可能你到现在为止 前半生靠的是父母赐给你的 我觉得应该后半生靠的是你自己的 努力和争取 加利 我觉得他成长了 他现在不断地讲利智啊 利智 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 都因为自己天生的原因 不能被社会接受 都碰到过低谷 他作为一个榜样 站出来 他可能想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产品来影响 有一点价值 就特别您刚才讲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缺陷 其实不一定是缺陷 只是个特点 但是被别人认为是缺陷 但是他是怎么成长起来 这个有价值 但是至于你说跟国外的比 他们的毛都是假的 没有人会关心那个毛是真的假的 有什么意义 现在你得看你观众谁看电影吧 看电影的人 其实他还在意说这毛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现在都二次元 二点五次元 大家已经拿动画片来 大家都接受了 就不是人 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 谁还在意这毛 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没价值 在你身上只有原生的东西才有价值 我觉得你要退得回去 你这个IP就成立 如果你退不回去 你这个IP说不定 它根本就不成立 他们说了这么多建议 你这自己的看法 你这不说话 为什么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方向 就是他们再怎么说 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去说的 去评论的 你们没有换位思考 假如说我现在让你长得一身毛 你有勇气去走出门吗 要么回到农村 就过了那种生活了 要么就把自己的毛脱掉 就像现在我刚才讲的 有的小毛孩 他们都基本都选择脱毛 而我没有 我活出了自己 成就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虽然这个梦想 还没有让我完完全全地实现 我在2005年一个人来到北京 带着自己积攒来的 演唱演出赚来的钱 15万 做了这张唱片 我拿到北京 然后在北京之后 我信心满满 结果发生了巨变 唱片公司滑坡 网络音乐兴起 没有公司发行了 我的父母都是穷人 我的所有的收入 是靠我出去到夜场去赚钱 靠别人嘲讽我 妈摸我的毛 把我的毛 被他们消遣娱乐 我才换一点点的收入 你让我怎么去做 我也想做好的音乐作品 我也想去拍一个属于我的电影 但是我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长满了毛的一个男人 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 没有资金 我去怎么去实现 正因为如此 我今天我来到了咱们天津卫视 长龙恶虎这个舞台 我渴望能够让我有一个机会 去迸发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 我一方面为了自己 更一方面我是希望 我成功以后 我有更大的影响力 去帮助全社会的那些被人歧视 被人否定的弱势群体 因为他们活得很苦 没有人去帮助他们 这样的人生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为什么我这样的梦想 却得到各位投资人的否定呢 为什么没有否定 那托股部长了 郑黄 我觉得全是误解 刚才是一段非常好的演讲 非常例句的托股部长 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全是误解 咱们这儿不是青年中国说 不是感动中国 我们大家在评估 这个创业的价值 和评估你产品的商业价值 以及可能的投资和回报 真的 我觉得大家 双方没有任何武器 我们已经品评和对话的足够了 已经足够充分了 接下来我们让他说一说 他就今天来的最主要的目的 好 电影的项目 怎么想要多少钱 我今天来这个 本来是我不是想让你们 同情和怜悯的 知道吧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把自己当成一种商人 我站在商人 投资者的角度去想 你们怎么会拔出 你们兜里的钱拿出来 去成就我的梦想 当人们都看惯了 中性的美和小鲜肉 帅哥俊男亮眼之后 市场的需要 娱乐市场 它是有一定的需要 是想看一些更另类东西的 而我就是这个市场下 正需要的一种新鲜感 你凭什么说是正需要的 但是我跟你说 毛孩这个产品 只要好好的包装 就是一个好产品 我的微博 我的朋友圈 有很多人加我 加我的留言 都是有的 就是说 我本来今天想要轻声的 但是我看到你的节目之后 我决定我要精彩地 好好的去生活下去 我当时很激动 这就是我的价值 我能给那么多的 我素不相识的人 带来力量 我要把这种价值 融入到我的音乐作品当中 电影作品当中 这就是卖点 这就是商业市场 在你刚才的 充满激情的演讲的时候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你是个好的演讲者 甚至是演说家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 不是一个好的商人 我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为什么要打断你说话 因为他们看中的 不是你的演说能力 或者说只是一部分 他们要看中的 比如方黎老师 这位投资人要看中的是 你的电影 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你为什么要这些钱 你打算怎么做 你找到怎样的合作伙伴 你怎么能把它做成 要不然它永远只停留在你的演讲 对 刚刚那个电影 如果故事好 团队好 大家都会投 再加上你的毛孩 更加会投 但你刚才说的半天梦想 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投 内容是什么 团队在哪里 对吧 对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得告诉我们这些 如果他这个商业项目 我们要看到干货的东西 我现在有导演的团队 媒体的团队 后期发行 所有都有 现在就是欠缺资金 我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众筹这个钱 我前期我会有一个承诺 我会无偿参与到你们的商品 你们的公司的商业活动 无偿 然后你们投资的额度 到更高的情况下 我会给你的产品 或者给你的公司 做无偿的代言 只要有你们有这个需要 好 今天要多少钱希望 众筹多少钱 众筹30万 就做剧本 做剧本 做剧本 毛盒 因为我比你年长的多吧 对 还叫你毛盒 你有没有编剧人选 因为我担心你30万 可能付不了这个编剧的片酬 其实我的建议啊 你还不如先自己写一个故事梗概 从这开始你有一个基础 否则你现在没有编剧人选 然后你也没有一个成型的故事线索 就是很难说明 就这个30万拿来干嘛 我老师 那个我现在其实是有编剧的人选的 包括导演 我这边也能够找到 也都有人选 就是30万就是用来跟导演编剧 我我们三个呢 会去一个或者原始森林的一个僻静处 我们闭关一到两个月 整个个吃喝拉撒吃住行的费用 再加上前期的编剧的 要给他一定的定金 导演的定金 加一起30万 现在前期是足够了 好的电视剧导演一集都要这个 我后期的总共投资是3000万 我刚才没有说吧 老师 客官告诉你 你要30万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太少了 不是说他们啥有钱啥有钱 瞎咋 但是你只要看过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30万真是个很小的数字 你要改吗 我斗胆说一个数字吧 就是十位投资人 我就按照100万的前期的 就是剧本的研发 包括一些人员的定金开销 100万每个人10万这样的一个数额 你希望众筹到100万 对 然后整个电影是需要3000万的 我再重复一遍 OK 大家明白了 如果愿意的话 你就给他投 甚至你可以多投 高于他这个数字 对 都可以 包括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给我 那是背后资源 他们投了肯定会帮你 来吧 三 二 一 请选择 来吧 三 二 一 请选择 受害了你 不是不是 这个平台 现场有十位投资人 对 但是收看这个节目的投资人会更多 OK 这当然是这个道理 没有关系 方老师为什么不投啊 不是 既然我们讲投资 就我们讲一点合理性吧 就是现在我们投资不知道投什么 谈的是一个项目 最基础的 要有个故事梗概 甚至故事大纲 就当你有这个基础的时候 大家知道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往哪个方向走 因为毛孩儿光是你个人的经历 它不构成一个电影 电影有自己的规律 在往期节目里有一个导演 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作品 而且很年轻 你就给了他二十万 不要任何回报 还有一次你掏了一百万 也不要任何回报 那给毛孩儿这个已经成名的 或者说有价值的IP 投个 为什么不呢 我愿意掏二十万 因为我看到他已经走到哪里了 那我知道他的 作为一个导演 潜在的 潜在价值在那 就是我们可以 邀请他 参与别的项目 但是毛孩儿现在的基础太差 我说基础太差 就在电影项目上 你还没卖出第一步 你至少要卖出一步 就是我说的 故事梗概 或者故事大纲 我觉得是应该要 必须要做到的 否则我们完全没有基础 对 这句话很重要 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在这个平台拿到钱 甚至他们投了远超一百万的钱 就是 你抛开毛孩儿这个身份 你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再想一想 没关系 因为我接着这个平台 把我现在正在做 以及我未来的梦想 已经通过咱们的 藏龙恶虎的平台 说出去 没错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 好 我一直没有放弃 我很积极地在面对 我的事业和生活 而且我们都很高兴 在这么多年 然后又见到你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别说十个人否定我 就现场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否定我 我也不会妥协 我也不会放弃 因为在我之前 马云已经被上千个人否定 甚至是嘲笑他 说他是疯了 我比他好多了 我肯定会爆发 而且我爆发的能量 要远远告诉某一些 你们认为很红的艺人 因为我一单红了 一单成功了 我就世界级了 来 掌声有请 下一位创业选手登场 我们要做的事是 全中国现在 没有人敢做的事 什么样的问题 都是我愿意接受 和面对的问题 什么样的投资人 都是我想去接触和沟通的 每一个人的视角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经历 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能让他们帮我去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项目 看待我的这个产品 大家好 我叫刘健 今年35岁 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 毕业以后 做了9年的技术和管理工作 是一个标准的理工男 最近我在创业 我在做女士文兄 很多人会想问 说你一个理工男 你做什么文兄啊 简单来说 我做文兄跟我老婆有关 后边可以跟大家继续聊 那我的项目叫Braggood 我们是专注服务 EF罩杯以上 大兄女性的那一品牌 国内独此一家 没有第二家 那么我们的融资意向 是1000万人民币 出上10%的股份 希望能够得到天使团 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谢谢 你好 你好 刘剑你好 你好 看上去是个 斯斯文文的男子 怎么一开口 听着让人做 感觉做了那么 好像有点 难以启使的事情 是我狭隘了吗 我觉得是你狭隘了 我觉得你狭隘了 我也觉得是你狭隘了 是我狭隘了是吧 特别狭隘了 太狭隘了 我长这么大 真的没接触过 做内衣的 或者说胸衣的 这种创业者 没有 中国很多 做胸衣做得好的老板 都是男的 比方说爱慕 对对 爱慕那老板我知道 是个男的 也是个如商 对不对 还有好几个品牌 我都忘了 都是男的 我有一个同学 是做这个 内衣的 所以我们大家 男女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看着谁 我们觉得都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看着哪个女生 就知道是哪个飞 既然是那么正经的 没律师问出这个话 我就就坡下驴了 好不好 你做这个 你又是专业人士 你又想拿到投资 那你应该具备 火眼金睛 对不对 我基本具备这个能力 马丁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做个小小的互动 行 那要不陈昊老师 咱们互动一下 来吧 播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得把我老婆 知道国外是 来来来 看哪儿请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眼下留情 来两位竞赛选手 同时通过目测 去看一看 随便哪位女性的 大概她的胸围 她适合穿什么样的胸衣 我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因为她要做这方面的创业 至于她是不是严肃 那是她的事情啊 来 来 那请刘剑开始 那陈老师 咱们就从 陈红女士开始 你看是否可以 好 那我有请陈红女士 站起来 做一个360度的转身 好 谢谢 没事 咱俩这个 亿父亿母的关系 我不会乱说的 我站这里OK OK 没问题 请坐 那老师你先说 下一个我先说 C和D之间 我觉得陈红老师 至少是一个E照杯 什么E E照杯 陈红 请如实地公布答案 或者你说谁 更接近真相 也可以 肯定是专业人士 更接近真相了 恭喜刘剑 1比0 恭喜身后 答案我们也很开心 那下面 有请张颖老师 张颖 也是一样 做一个360度转身就可以 哇 好身材 好 请坐 好漂亮 对不对 顾部长 好漂亮 那这次我先说 张老师 应该是D照杯 C 叫板是吧 加一把我朋友 答案是 我觉得 陈昊比较接近事实 但是 我本来想说D的 他非说D 你要说E 我觉得更接近事实 F 但是无情的事实证明 还是专家说的比较对 你怎么自己就招了呢 我补充一句 你别不高兴啊 我觉得专家也不准确 称此是个A 那我觉得你太不专业了 好 下一位 那请汤妈站起来 给我们做一个360度转身 好吗 好 谢谢 汤妈一看就是老年摩托队 特别有气质 汤妈衣服就穿成 你什么也看不见 对 我刚想说 这跟老面老差不多 特别能猜准 我扶你 这回你先说 E 他妈应该是F照备 又大了一号 汤妈 正确答案是 谁的对 专家说的正确 刘建说的正确 刘建说的正确 哇 每回都差一条 可以到此打住了吗 因为你很专业了 我也觉得到此可以打住了 真的 那马丁老师你认为呢 因为你的问题我得罪多少人啊 我觉得尹峰已经这么坦白地表露了自己不想参与的意见 大家也都能知道答案了 好的 好的 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刘建的测试结果 马丁我觉得这事是这样 那个陈浩在这场比赛里面没有得罪任何人 只有你得罪了我 好像是啊 最后怎么得罪人的事都是我也干了 你会得罪大家的专业尊敬 他装傻充了 然后没得罪人 最后是我得罪一帮人 我把张颖得罪 把领红可能也得罪了 哎呀 我太不专业了 那为了挽活我的损失 没有没有 我们没那么弱小 我们很强大 我们都很了解自己 OK 我就知道你非常强大 最后再加一道题 没律师 你站起来一下 男人 男人也有胸围这一说的 好的 对 这才是真正的特势 胸围我估计应该在100到110之间 下围 下围 也就是说照杯呢 照杯的话应该是在地照杯左右 说一下我的胸围 100到110 100到110 一时 之间 之间 对 正确 很正确 很正确 那个照杯你也没量过 我知道 是吧 关键是没带过 不过他说这件事 我还挺有意思 年轻的时候 我第一次进这个 内衣的这个 卖内衣的商店 因为想给自己的这个 女朋友送一件礼物 因为不能让自己的 这个女朋友知道嘛 因为很特别 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现在最后呢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因为从来不知道这个尺寸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只能问这个销售员 销售员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他后来给我一接来说 买错了可以换 是这样的吗 丁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精准地了解自己的太太的需求 是对她爱的一种表现 我也经常自己去给她买 做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其实非常不好买 就要考虑材质 要考虑颜色 考虑她的喜好 比如说前机扣 后机扣 杯是二分之一杯 是四分之三杯的 她喜欢哪一种体感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太太负责 那种表现 高鹏 你说真专业 真的 我并不因为我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很严慕 而且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服务员也很尊重我们 对吧 我觉得作为在座男士 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另一半 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什么 你不觉得你有的时候 你那股经常是太太给买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给太太能买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呀 我其实挺想听 你是怎么会想到 IT人怎么想到这么个idea 怎么开始的 我做文兄 刚才我在前面讲了 是跟我老婆有关 我老婆是七十我一致的尺码 这样一个尺码 其实对于她日常的一个 内衣购买和穿着 以及日常的生活 上来讲是有很大的痛楚在的 我认识她八年了 当我跟她比较熟 我们去的关系之后 我第一次跟她去那一店 是2008年 2008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去那一店 是去了国内 很知名很好的 一个品牌的那一店 那我们在试内衣的过程里头发现 第一个是 这个导购 她根本不懂怎么去 真正以上帮你去推荐内衣 第二个是 所有的内衣试完以后 没有一件能够让她穿上合适的 内衣买到了之后 穿到她的身上 她回到家 第一天 胸中间会生肺子 其实是很不爽的 因为你往中间 你是抹肺子粉 你还是怎么去处理它 你会有很无助的一种感觉 肩膀会疼痛 因为什么 75H的尺码 这两侧的胸的重量 相当于在脖子上 每天挂三瓶矿泉水 它的颈椎是有问题的 颈椎病 我老婆她现在也是颈椎僵直 如果没有一件好的文胸穿着的话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生活上是一种痛苦 后来她有一天她跟我说 她说老公 既然现在很多的女生 都不知道怎么该穿内衣 能不能咱们做一个产品 帮助大家找到合适的内衣 帮助大家去把正确的穿衣的方法 测量的方法交给大家 明白了 所以说这也是 我们才这个位置开始创业 这是你的创业的起点 起点 明白 她有这个需求 家庭的需求 老婆今天来了吗 来了 那应该我们说到这儿 我们掌声欢迎她的创业合伙人 她老婆公讲 你好 大家好 怎么称呼您 我叫杜旭 然后我现在是从事市场推广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是刘健的老婆 我知道 对 她已经介绍你半天了 然后你们一起发起了这个品牌 对不对 对 专门为这个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内衣问题 对 是的 这个市场大不大 做个调研 这个刘健来说比较合适 是这样 我们专门对这方面做过一些研究 根据我的估算 目前在国内适龄女性 咱们这个范围之内是超过一千万人的 那是大生意 对 是吧 这个基数并不小 中国人多 同时我要强调的是 实际上国内目前没有品牌 愿意为他们做好内衣 明白了 所以你们两个口子这个事业 有很广阔的前景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不是 那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觉得一千万也算挺多了 那为什么这些大的品牌都不愿意做 从你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是说 传统的品牌他们想用很少的精力去做覆盖很大的人群 就是所谓的咱们一个政态分布 从商业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投入产出比比较低的范围 第二个 传统的内衣品牌 他们是走线下渠道的 一个内衣店建在一个城市里的一个商场里头 它的一个人流量决定 它建造那 它一年到头 大胸的女生路过它那 进去试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数量是很少的 它生产出来一批内衣 它这样一种投放方式 是没法把产品卖出去的 所以这才说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 OK 那刘建福 我觉得既然你们说了 这只是一个你们的切入点 咱们就来谈谈你们这切入点找的准不准 你们刚才那个数据说有很大 但是这个数据里面 绝大部分是35岁到50岁之间的女人 就是这个35岁40岁以后的女人 她其实很难去花很多钱 去买一个特别的文凶 我们现在自己的用户群体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35岁以上的 我们全都是35岁以下的 然后我们的用户群里头都是F照片以上的 你看看 你们现在公司有女员工吗 有 有那个比较大尺码的女员工吗 有比我老婆这个尺码大好几个size的 你刻意招的是吧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就这个女生是去年的12月份 她在知乎找到我 她说 老师你好 她说我现在这个尺码 我现在买不到内衣 明白 你能帮我做吗 然后我说OK 没问题 你过来 我说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size 然后她过来跟我说完以后呢 我就让我们的自己的设计师 给她专门打造了一件产品 量身做的 然后做好以后呢 今年2月份过完年 她就过来到我们这上班了 你们公司就这一个吗 不止了 现在的就这一个是比较大的size 然后还有其他的 也是有陆续的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自己现在网站上的这个model 这个模特儿 她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然后我们说 哎呀 我们新产品出来了 我们要拍照 然后我们在用户群里喊一句 然后就有好多女生举手 说我来我来我来 你看刘健说的 没飞色舞 老婆在旁边摸摸着就 我们都是这感觉啊 新姐 我们也这么想的 对 我们都看着她没飞色舞的 我觉得老婆 老婆在旁边就摸摸摸摸 就像妮儿了的花一样了 你会不会不爽 觉得变腻 对你不爽 你说你天天研究别人的上围 你天天研究别人的尺码 好啊坏啊 什么是最好的啊 那对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应该会有一点 这是问题 实际的问题 对 所以说我们后来 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你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退出团队 说实话很好 我觉得啊 我很赞成他们现在的选择 这也是我觉得 对你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真的 OK好 我们现在最明确一下 今天来这找投资 是你的事 对 而不是你们俩的事 对 太太只是旁观者而已 对 好 那我们请郑主站到中间了 告诉我们 你今天要拿多少钱 占股百分之多少 我今天的融资意向是 一千万人民币 占股百分之十 一千万人民币 对 估值已经一个亿了 对 对吧 对 你的产品销售额大概是多少 我们产品销售额是 我们产品四月份上市 目前销售额大概是 三十万人民币左右 利润呢 利润的话 接近百分之五十 接近百分之五十 那你告诉我 你预计到 按照这个速度 到今年年底 你一五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五百万左右 五百万左右 你估一个亿 对 这种小众品牌 对它利润的设算 根本就不准确的 它根本无法预计 它形成那么多销售 要达多少销售分和成本 你就针对它这个销售收入 能支撑一个亿 我觉得就可以 支撑不了 就是瞎损 为什么你会给自己 这么高一个固执呢 理由是什么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 我们现在大股东 我现在首先 我不是大股东 我是公司的CEO 我们的大股东 他是在这个内衣行业 从业二十年 他的产品现在是 行销超过一亿件 他是国内的 可以讲是一个 大老级的内衣 刘健不好意思 那你今天犯了一个 挺严重的错 你们团队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谈这种项目 会不让大股东出席 大股东来了吗今天 没来 那你这不能代替他做主 我可以代替他做主 没有问题 你占多少股份 我占15%的股份 你怎么做大股东的主 今天我们是要跟你 讨论投资的问题 对 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公司的CEO 也就意味着 经营权在我手里头 股东会已经授权我 在这次这个节目上做融资 我们有自己的融资的限度 我可以全权代表 我公司一切的事物 你其实没有什么 成功的创业 或者历史的创业 只是这一个项目 而你刚才讲的 你团队最牛的价值 倒是你那个大股东 因为他有过 曾经行销一意见内衣的经验 对不对 他又是大股东 你说怎么怎么聊 对于我们来讲 不公平你们就选就完了 对啊 选团票吧 还都可以能接受 我明白了 大股东让你出来 代表他们来谈这个事 事实上给你一个 完全不可能的估值 最后就是让你出来 做一下产品 打推广而已 好吧 选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 选吧 选吧 各位明白了吧 来吧 OK 固执不变 固执不变 OK 如果愿意投资的 请拘售 OK 固执不变 固执不变 OK 如果愿意投资的 请拘售 没有人愿意投 好 没问题 价钱太高 谢谢 好 谢谢了 再见 谢谢老师 陈昊的那个质疑 我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你不能代表这家公司 或者你对这公司 没有决定权 其实一定程度上讲 他说的是一件正确的话 但是我觉得 我既然能站到这个舞台 我既然能来到这个位置 那是说因为我在公司里头 我具有这样的一个 化验权和决定权 我们角色上就是这么设定的 也是这么安排的 那得到这样一种评价呢 我会觉得有一些不平 来 掌声有请下一位 创业选手登场 紧张 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我都觉得有一点僵硬了 因为几位老师全都是投机界的 这种精英以及很厉害的人物 所以他们提的问题 可能有一些是真的 我之前没有想好的 所以现在非常的坦诚 为了梦想 加油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沐昕 今年35岁 是北京人 我出身于一个医学实家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医院 做了一名大夫 后来呢 在一次见到比赛中 我败给了一个70岁的老太太 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学习见到 现在呢 我成立了一个 我自己的舞蹈运动品牌 叫做五轮馆 它是北京唯一一个 拥有三家实体道馆的 一个教学机构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 虎妈猫坝里边 取景还有拍摄 都是在见到部分 都是在我们那边完成的 以及赵薇 佟大为 两位老师的见到培训 也是由我去做的 今天我有一个项目是 做一个见到的教学片 目击的资金 以借款的方式 目击资金20万 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支持 谢谢 沐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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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见到打招呼是怎么打招呼 一般我们打招呼的话 是这样身体立直 然后注视对方 要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 表示尊重的 平身 这个样子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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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给我们先讲讲这个 这个的话 刚才所演示的 这个不是见到 它是我在给那个剧组啊 影视剧这些 做表演和特技的时候 然后所用的一个方式 它是一种展法 展法是吧 对 展法 万人展的那个展法 对对对 展法 这个的话是 我们在道场里边 是不教别人这个的 这个太伤害性太大 对对对 但是节目上是可以展示的 对 它只作为节目 和影视剧里边的演出使用 只能展这么大个的 这席子吗 比如小点东西 方便点 小点的东西 可以的 展什么 黄瓜 黄瓜 对 但是要借您的手臂一用 今天我们这儿没黄瓜 我有 别用手臂 能用嘴雕着吗 我喜欢你的创意 也可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我问一下大家 想不想看现场斩黄瓜 想不想看有人 叼着它斩黄瓜 陈浩你惨了 陈浩 我就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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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天使团 你必须这样 刚才谁出的主意来着 用嘴雕的黄瓜 让人斩 能俩人一块切吗 他雕一根 我雕一根 你雕一头 他雕一头 可以啊 可以啊 来 来 你别想跑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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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您就按这个方向吧 这个没有难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时候 这个太没难度了 这个我也能斩 别动了 我觉得没有 让我来斩吧 一 二 慢点慢 OK了 就了 但这个不是我想做的 那很好 我想把黄瓜放在手臂上 然后我去切断它 这个可以有 正好再来一次 还一根 这个我还是觉得专业主持人做比较合适 别想了 有吗 我知道扎尼老师最勇敢 来吧 来吧 已经来了 就这样放在 把袖子先解开 我看过视频 一下子胳膊就一块下来了 你确定是安全的 对对对 因为我多年以来做饭嘛 都没施过手的 这都陪个唱歌接着吧 其实 往往 你别怪我啊 万一出了事啊 往往这事都发生在外衣 别动 别动啊 别动 请几回 哎呦 你妈呀 这 可以可以可以 出汗了吧 我太好算了 哎呀 怎么样 没事 咱们做风险投资 还怕这个风险 让它吹 风险投资也是玩病是吧 那个风险投资 心理性质真好 那我申请佳丽老师 把红果摆你脸上再来一下 风险投资不是玩病是吧 对对对 摆脸上来就算了 那个汤巴什么感觉 你在那 我心一直跟揪就着 一直揪着是吧 是 就怕卡不着是吧 结果那个 塔利老师完整的就回来了 我刚刚的近距离在他们俩中间 然后我还正准备拍的时候 他那个刀已经过去了 那个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武侠片 还不太一样 提醒一句 电视之前的小朋友们 以及所有的观众 切勿轻易模仿 是吧 这是需要练习的 这是专业的 他是非常专业的 这句话一定要说 好 我们再给他一次掌声 沐昕 我跟你说 今天你80%能成功 你这一开场 获得 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芳心了 上来就得罪人了 不不不 上来就获得芳心了 你是 我看资料说 你是弃一 为什么从五了呢 这样的 以前我打拳 后来我是看到有尖道这么一个活动 觉得肯定打起来非常的过瘾 非常的帅 但是到实际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就是当打的时候 一刀打在身上 实际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不太过瘾了 这样 后来改变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朋友介绍了 他大学里边的教授 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 然后介绍来一起练习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觉得说 你这么大岁数了 我碰一下你会不会倒在地上 我顾虑是比较大的 但实际在动手的时候 我就试探性地打一刀试一下 发现瞬间就被他打中了 我的刀空掉了 然后我就加了一点速度和力量 再打发现又被他打了 然后我就全力以赴地去打 发现还是被他打了 就完全干不过老太太 完全打不过 不管什么动作都会被反击 或者提前被打中 然后让我对这项运动的观点 产生了很大变化 老太太是真的老太太吗 是真的老太太 70岁你打不着她 对对对 真的我打过的 跟我不应该说打过 跟我一起练习过的老师里边 年纪最大的有92岁 依然可以穿防具去对打 刚才你演示的这个是技巧 比如切黄瓜切什么是技巧 是你把握力量的技巧 那还有什么可以展示 这剑道魅力的吗 今天会带了一些装备 然后是给老师们提供的 然后哪位老师有兴趣 现在可以上台 我和涛妈去 我们是老太太级别的 OK 好 同意 没危险吧 我们两去吧 没危险 涛妈你可以把你的太极剑的架势耍一下 对 那涛妈和尹峰来 涛妈的注意身体 涛妈注意身体 它虽然没危险 但是别闪着 太小了 你看着我这大笔刀 涛妈平时耍太极剑的 结果又被涛妈打败了 接下来 沐昕将现场教授 尹峰和涛儿妈 剑道技巧 在说明动作和规则后 两位天使团学员 将进行一次真正的对决 他们的表现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面对面去站好 对 OK 然后现在 请互相行礼 然后行礼 然后拔刀 然后把刀拔出来 OK 慢慢地蹲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说开始 大家可以站起来打了 好 开始 进攻 太轻了 可以用一点力气 不疼的 没有问题 来 你们俩特别像慢镜头 我示范一个有效动作吧 有效动作 来 打谁呢 你给尹峰示范吧 好的 这是首先要气势 然后 这样是可以有效的 这多爽啊 来的好吧 这回来真的了 来 准备 开车 感觉就是杀气 您这 这就是 偷膝不成18米 你这还没学会这样偷膝呢 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啊 不错 金国英雄 虽然表现的不是特别血清 那接下来 两位表演就到这儿了 但是真正的竞赛 我们请两位真正的见到高手 给我们展示一下 什么叫做决战 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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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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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马丁的表情 来 两位 中间请 我们就想看看 这个矮的小姑娘 长什么样 行吗 你让他打你一刀 人家打那么精彩 打赢了 最后没露脸 还是你懂得怜香惜玉 来 我们看一看 庐山真面目 漂亮吗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感什么关系 非常亲密吧 妻子吗 这写着你已婚 是的 是的 太太 那你说你太太就行了 太太啊 哎呀 那再握握手 你好 你好 人家说你太爱的 你怎么就穿着握手去了 表示尊敬吧 家里领导人 你们是因为见到的关系 所以才相识 所以结婚的吗 对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一直捏把汗 我就怕他在家欺负媳妇 刚才你打赢他 我就放心了 OK 好 贤抗力 辛苦了 谢谢 夫妻两口子 我们也见识了你们的功力上 现在我们说说投资的事 今天的话 我是想拍一个建道的教学片 然后想以借款的方式 然后要20万的资金 然后回报是5%的利息 你现在专职是一个开武馆的馆主 还是什么身份 应该说是项目经理 你是这个武馆的经理 那这武馆的老板是谁啊 投资人也是我 你是百分之百取股吗 是的 那你不就是老板吗 不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那个公司里边 没有老板 只有领导 不叫老板 怎么不抬杆 他们讲精神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的员工是要看的 他来点他明白 其实你就是实际意识的老板 那你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营收规模 几个馆 那个亮马桥 然后中关村 还有CBD地区 我有三个馆 然后我面积最大的一个馆是2300平米 是租的还是买的 租的 我下一步可能考虑想自持物业做这个项目 那你那么有钱呢 那你还借借是吧 你是百分之百的股东吗 是的 不是 在北京这几个地方自持物业 怎么也在大几千万啊 所以要为这个这是目标嘛 我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的主要想法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会有它很多的产品线 而我接下来想做的一些项目的话 可能是以我现有资金不可能达到的 可是我看你这写着2000元起家年近八位数的收入 千万级的不是利润 那是收入 以去年 对 那是一个收入 以去年来说的话 我们是亏损了70万的 你要不然给我20万得了 我一周就帮你把这个你的亏损扭转 还有很多学生 我给你对夺 如果输了我白给你20万 我觉得这你可以考虑 让他做这个独居 好 你给他20万帮你 你给他20万咨询费 然后呢如果他咨询没效果呢 他赔你20万 你没损失啊 白赚啊 成功成好 今天你们俩像是大班来黑人的 让我们一起唱一个 我说得太对了 马丁 是吧 你发现了 其实你看 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1000万营收的公司亏损70万 这个要扭亏为盈特别容易 那你来 你来 可以 你扮我 你扮我为是我免费交 不花钱了 省20万 有对赌吗 有对赌吗 如果做不到怎么办 我把话搁这儿 他交不好 尹峰输我50万 我再交你 不用你掏钱了 好 可以 没问题 怎么样 你千万别问我啊 我觉得你今天来这儿来 要这儿20万拍个宣传片 太没意义了 你真不缺这儿20万 你缺的是一个人教你怎么做 这个你的这个商业 他说得对吗 我觉得说得对 我给你再改一个方向 我能投的比20万多 我愿意给你200万 占点股份行吗 基本以我的个人信用来说 我在银行拿三到五百万的 就这种贷款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干嘛来找我们呢 现在贷款 因为我 我觉得这事儿吧 你听我讲啊 第一个 我挺喜欢你的啊 这木星 我又做跟你类似的企业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帮上忙 但是你就让我们投个宣传片 实在真没意思 你既然能在银行界三到五百万 找我们家20万 跟银行利息一样 这图什么呢 陈老板嫌小 我的主要想法是这样的 没有采用一个就是集资 或者是怎么说呢 融资等等这种方式 而是以借款的方式来说 我可能更多的想要一个意象 然后我也想看看到底 有没有投资人会看好我的项目 以及看好我这个人 20万是试一试 来来来 我们反算一下 有这么几种选择 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拿出 你全资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来 谋求一个将来的发展 要一笔比较大的投资 这个有可能有感兴趣 是 是的 已经在企业规模 如果陈浩参与的话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反投他 给他20万 然后他帮你做企业咨询 然后这个 不管用 保证你赚钱 对 第三 是我个人的建议 你就别要钱了也 你让一人感兴趣的 办一张卡在你们那儿 给他打个折扣 这也认识朋友了 也能给你出主意 对不对 干嘛非要接20万 直接送卡就得了 还办这部卡呀 已经太没诚意了 虽然我不在意 都是抠人 你知道吧 还有就是拜师 给钱的或不给钱的 可以复合着来 但你必须告诉我决定了 你的今天的最终 现在的诉求 是什么 决定他们是不是会投你 明白了吗 沐昕 你的诉求是 拜师 免费的 你先说你是拜交钱的 还是拜不交钱的 你要真拜我 真拜我为师 你给我们全家人免了就行了 免费学 你就让他说完诉求 然后他们谁愿意当他师傅 然后说出条件 你都是选一个 或者谢谢 都可以 公平点 十位 一直没说话的 也有机会 请问谁愿意做他的老师 请表态 四位 做徒弟可以吗 讨厌你 我想拜你为师 讨厌 你想学见道 是吧 那下来再谈 好 四位老师 请写出你们愿意教说的内容 以及希望他 跟他资源之间的置换是什么 好 四位 四位想当师傅的人 请亮牌 好 我们从这边 杜魁 你写的是 模式转型的设计 怎么样重新调整 他和这个客户市场的互动方式 我觉得是我可以有些经验 可以帮助他 等号 你招生什么意思 我就教你招生技术就OK了 其实你现在缺的是突破声援的办法 来 一峰 我个人觉得你们十几个人 这样的团队 现在不是招生的问题 你的销售收入已经够多了 而是内部的成本 和费用管控之间的问题 而Cover G最擅长的就是利润管控 好 高鹏 我觉得按照他们的思路 你很难快速的有所大的发展 如果你想小福建安的话 你可以选择他们当你的导师 但是我觉得对你的商业模式进行成功 对你的资本结构 整个进行重新谋划的话 可能机会很大一些 我觉得是选择你未来怎么样生活的问题 一马人生导师 公平的点说 我觉得四个人他都拿走 那是对他有点 有点 就是你消化不了 你明白吧 我建议你先选一个 先选一个 剩下跟下面沟通 你不能选四个 到最后四个说的全部一样 最关键的 他不是消化 把你整个整晕了 最关键的 他不是消化不了 对 我们四个本身就不合 对 我们四个到一块 什么事你干不成 你打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你最多选一个 好了 但是你们必须给出明确答案了 五秒钟之后你们就要做决定了 四选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四选一 五 四 三 二 一 你们的选择是 我选择高鹏老师 高鹏老师 来 上去吧 其实我本身来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实际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平静 就好像这一条路就像走到头一样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想要的更多的是他们的 怎么说资源和建议吧 所以对我来说得到资源是最重要的 得到师父也是最重要的 但是钱无所谓 沐昕虽没达成预期的借款目标 但却幸运地获得了一位生意导师 这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财富 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页面 了解该项目详情 为他投票 您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接下来出场的创业者刘征 是一位把舞蹈视为生命的舞者 为了跳舞 他克服一切困难 却唯独过不了母亲的阻挠 母子俩矛盾不断升级 并由此揭开了一段绅士之谜 我最后在这个当中才知道 原来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就是这样 我得妈呀 你看你看 真的这样 你的爸爸妈妈是领养的你 对 因为这个事被逼出来 孩子 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他们说的 谁说的 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他们是为了吓唬你不让你去学舞蹈 还是说真的 真的是不让我去美国 我回去办签证的时候 他们门都不给我开 门都不会给我开 然后最终我敲开门 他们就说 就我妈就说 她不是我的亲生妈妈 然后就反正就经历这些事吧 我倒对这些 你的亲生父母在哪 我见过亲生妈妈 没见过亲生爸爸 他们不想让你学舞蹈 不想让你去美国 我是因为怕花钱吗 对 肯定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能断定到 那你的亲生妈妈呢 你说你见过她一次 她对你是什么态度呢 她因为患有鼓爱 我觉得我们得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你的养父母到底是不爱你 不想管你 还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支持你 这是两件事 最起码有一点 她支持你给你学费了 对啊 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没有说别的 我很感谢他们 我非常感激 我说了我以后会回报他们 因为他们一个月工资也就两千块钱 我非常理解 所以其实刘正再次提醒你啊 你刚才讲那段故事的时候 差点让我们以为 你的养父母对你非常不好 没有 反正以前我跟我爸爸一直非常亲 跟我妈一直非常不好 关系真的非常不好 所以你仔细回顾一下 我妈从小很狠地打我 所以我基本上很害怕她 我妈说往东我不敢往西 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生生父母 能这样把你拉扯到 他们所付出的 比生生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多 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还有你父亲对你的 你父亲你母亲对你的严厉 在你小的时候 根本不应该成为你未来的 任何心理障碍 你真的 你有今天 你真的要感谢他们 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亲生 我最后送你一句话 作为总结吧 你要记得每一个对你好的人 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不这样 要记住啊 刘真 我这样有问你个问题 咱们那个翻篇了 就你一直说你的业务特别好 你拿过什么成绩吗 我去 我们拉丁舞有一个最大的比赛 就像奥斯卡一样 是在英国黑池 我代表中国去到那里 黑池 对 黑池拿了名字 拿到团体舞世界第三 你是这个团体里面的 对 我是也算最重要的一员 他能拿到英国黑池 这个真的是证明他业务确实 我们看一看好吗 真的 给我们学校的女士了 每一位都跳了一下 二十多年 种种背后的室游 我们看看他学习成果如何 这是最直观的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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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没看懂 这是头一回一个男生这么跳舞 我特别想跟他学 我觉得跳得特别好 他的眼神特别自信 对吧 你通应该我们这里面跳舞跳得最好的 最懂舞蹈的人了 你感觉怎么样 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是非常非常好吗 对 有一种逼人的气息 跳舞跟他完全换了一个人 对 我觉得其实舞我们不懂 但是你看 就是他一跳舞 活了 刘征为武痴狂 并将舞蹈作为终身事业 于是他走上创业之路 打造中国首家上流气质舞蹈培训中心 他和他的合伙人 将共同阐述他们的项目内容 天使团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吗 我想听听你说 你为什么叫 首家上流 首家上流气质的舞蹈培训机构 为什么这么叫 为什么是上流气质呢 因为包括在座的几位投资人 我都相信有一个共同特点 你们做父母的时候 你们送孩子去做舞蹈培训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只能选替代品 所谓的替代品就是标准的芭蕾舞 标准的拉丁舞 各种标准的劈腿下腰的 让你们的孩子会流泪 会哭 会把身体练变形 但是实际上你们的本处的愿望是什么呢 是让孩子有更好的艺术的勋淘 更好的气质的修养 肢体的修炼等等等等 或者是他更高兴 这里面我们做过一个市场调查 75%的家长 将近75%的家长是说的 我说的是后者 但是市场上现在没有这个后者的供应产品 更没有大机构和大品牌在做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上一机会 那么这300万今天干什么 开发产品 形成标准化 准备扩张 你是做了多大规模的调研样本 得出的这样的结论 几百个 几百个 具体几百个 然后人群是怎么选择的 严格说来呢 这个调研的是 咱们别绕行吗 我问的也很直接 对 大概是不到500个人 500个 这个样本都是怎么采集的 样本呢是在 我们同事 按照这个 行同事还有吗 同事还有吗 没有 没有城市的区分 城市是吗 没有年龄段的区分吗 有啊 听您说这个调研 一张嘴就知道 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 我觉得有点拍脑袋 没拍脑袋 其实刘正创业已经两到三年了 那么我们在最近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公司 做一个机构的股东 已经入股进去了 几十万 分占多少 公司你占多少股份 你占多少股份 我们是机构入股 35% 多少钱 还有65% 这肯定要披入的 如果我们投资进来 肯定要知道 需要在这问吗 需要在这回答 在商言商嘛 说投资了 现金是20万 20万现金 占股35% 你投20万占35% 然后现在您就要来 300万占10% 这怎么估出来的呢 对 我就知道你们要问这个问题 对 我也知道他们要问这个问题 但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会回答这个问题 来 因为是这样的 前期是刘正一个人在创业 刘正的长处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他的这种对舞蹈的这种激情 这种舞蹈上的专业 我觉得是OK的 非常棒的 但是刘正呢 他今天才20岁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到20岁 那么他在商业上的这个 是缺一条腿的 那么我觉得 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 明白 他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只是值这么多钱 那么加上我们的话 我认为他当然值300万 所以你现在估值是3000万 对 来吧 十位 刘正 我说他和他的合伙人 300万 10% 愿意投资的 请表态 陈浩 高鹏 OK 两位愿意投资 请在题板上写出 你们愿意的出资 和获得的权益 OK 来 陈浩 高鹏 请亮题板 陈浩是独立出来 我解释一下 50万 30% 我可以给你投50万 占30% 做你的天使 但是你必须独立出来 跟他拆伙 什么叫独立出来 我 他必须独立出来 你独立出来 他要代替你 是这意思 对 我可以给你找团队 那刘正跟你分手 他就投50万 我不是为难你 因为我有理由的 你说一说理由 因为我觉得 这个投资人 也许他做过 其他很成功的 营销方案 但他并不懂教育 而且你们 你们所谓的产品定位 很混乱的 没有哪个产品 是为了定一个 虚拟的所谓气质 这在素质类教理 算什么呢 陈浩 我有点不同意 我觉得他是天使投资人 发现这个人才能 夸上来把这个人 铁开往里 这不对的 你觉得陈浩 这样提出这样的条件 是不是人品有问题 散留气质不够 不管你 一 刘正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拒绝陈浩和高鹏 谢谢 谢谢 加油 我本来冲着其实就是冲着陈浩老师 我真的很想 在最后的时候 挺出来帮我 包括挺欣赏我 我非常感激 因为在厂上真的很紧张 那些投资人在质疑我的事 也谢谢陈浩老师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热线 创业热线联系 183-111-20-725 或者133-1136-1120 可以将你的个人简单和创业计划 发送到我们的创业邮箱 创战的汉语 全拼205-163.com 我们的藏龙沃虎的微信公众号 也开通了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藏龙沃虎的第一个字母 CLWH205 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各位辛苦了 下期再见